大家好 今天是明镜大新闻 12月16号的 那么今天我准备讲三个话题 第一个是到处起火 习近平斥责布下不利 第二个是特殊时刻 习近平普京合谋 第三个 环球时报换帅 胡锡进还会搅局 那么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 在昨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个重量级的长篇报道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习近平的领导风格 让下属抓狂的微观管理 那么在国际媒体上有这么长的报道 还并不是太多 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报道 所以华尔街这篇报道很值得关注 这篇报道它列举了很多非常详实的例子 这是这篇报道的特色 当然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 外界对习近平应该有一个比较大概的认识都有了 因为毕竟他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将近九年多了 所以人们对他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但是呢很多事情的细节我们未必知道 而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呢 恰恰给我们补充了一些 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习近平的一些细节 这是这篇报道的价值所在 这篇报道呢 它首先提了一件 第一件事情什么呢 就是关于今年的这种管理部门 对教育辅导机构的这种打压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 这篇报道提到 在今天早些时候 习近平呢 向教育部的官员发出了一个指示 就是说希望对这个教父行业有所管理 关于今儿他担心的是 这种比较富裕的家庭 通过这种教育辅导行业 能够获得优势 这样的话呢 让一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们 会形成焦虑 他们没有条件进行辅导 所以呢 根据这个情况 教育部的官员就起草了一个计划 其中就包括 对这种初三以下的这种学生的这种补习呢 进行一些限制 这个计划报道习近平那之后 习近平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计划太软了 这一句话 应该说 他说教育部的计划太软了 但是习近平这句话 可是太硬了 太有杀伤力了 教育部的官员 立刻就做出了非常强的这种反应 然后就把这个计划强化了 或者说极端化 然后就把整个这种高中教育都包括进去 然后做了非常严的限制 而且还要求那些私立的教育辅导这种公司啊 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也就是说你干可以不能赚钱 那对于这些私立机构来讲 他们怎么生存啊 不赚钱他怎么生存啊 所以这等于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也断了他们的活路 而这么一搞的话 这些教育辅导机构 基本上就等于是没了出头之日 很快 因为这些都是很多都是上市的公司啊 那么他的这种企业的股票啊 引起了这都抛售了 那引起很多人焦虑啊 很多人恐慌啊 急忙抛售股票 结果这个市值 一下就蒸发了数百亿美元 这是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 单单新东方一家 就要裁可能十万人 今年就裁到四万人 明年可能还要裁 那这个很可怕的 这导致多少人失业啊 而且有很大的问题啊 这些人 应该说都是中国受教育 被裁造的这些人啊 都是中国受教育程度 比较高的一批人 这一批人失业 对他们对这个社会来讲 对他们家庭来讲 造成的这种冲击 这个很难估量的 整体下来 可能会导致 据说这个公司 一共几十万家 受牵连的人 可能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 目前中国的大学生 就业非常的艰难 每年毕业八九百万大学生 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那么这个教育辅导 这应该说是 这些 刚毕业的大学生们 他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就业岗位 那这个路断掉之后 那这些人怎么活呢 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是一个大事情 第二个呢 他披露的还披露了一些 别的例子 比方说 蚂蚁集团在美国 上市募股 这件事情 就是被习近平亲自决定 让他取消的 那么这个呢 外界以前虽然说 是不是知道 确定是习近平搞的 但是 从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来讲 可以想象到 如果不是习近平亲自拍板 不会做的这么决绝 上了市里的退市 这绝对的就是 我的权威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 所以这里边反映出来这种 权力的傲慢 权力的霸道 我们想象 也能想象出来 这事一定是习近平的决定 但是呢 这个报道 他确实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习近平做的决定 那么这里边呢 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 习近平呢 是一个微观管理者 那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应该是管理宏观的 但是习近平呢 却是一个微观管理者 而且呢 经常干预 不可预测 有时候呢 他这种干预呢 又不是非常的清晰明确 让你怎么办 他比方说 刚才提到的例子 他说一句太软了 那这个太软了 什么意思啊 怎么强硬法啊 他没有说 那就猜的人 那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 在一切方面啊 施展了强硬啊 所以这个里边就带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报道提到 有内部人士说 这会在官僚体系中造成混乱 扼杀政策辩论 有时会导致 有些政策没有经过甚至熟虑 就出台了 而且呢 现在关键问题在于 这些官僚们 他们都搞不清 习近平究竟想什么 所以呢 习近平说一个太软了 他们肯定会把习近平的这个政策 把这个政策极端化 站在最激进的这一侧去做 那有的时候就会搞得过了份了 这里边还举到我一个例子 比方说习近平表态 要搞这个碳达标 碳达峰 碳中和 也就是到2060年 中国的这个排放量和这个吸收量 达到平衡 也就是不再产生二氧化碳 因此呢 中国就要少烧煤 那么习近平发了指示之后呢 那地方官员们 为了迎合习近平 就把这个指令极端化了 那么千方百计的压缩煤炭的生产 压缩煤炭的使用 结果导致 因为中国的发电厂 大部分还都是烧煤的 因为中国煤多 油少气少 没有办法 中国这个国家资源分过去这个情况 所以呢 发电厂烧煤为主 可这一下怎么办 很多发电厂因为煤不够 就拉闸限电 导致很多的企业 在生产旺季不得不停工 地方政府没电了 下令那些好多企业停电 有的一个星期停一天 有的一个星期停几天 有的甚至停半个月 结果 给这个产业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给国际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 最后 这个情况反映出来之后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最后呢 习近平又急忙下令 抓紧生产煤炭 增产 多生产 所以他这个政策 做的啊 互左互右 互紧互松 根本很多政策 没有做过这种仔细的论证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能源 需要多少煤炭 这个东西并不难算出来 是不是 你这个发电厂需要多少煤 这些东西 这本来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所以这完全就是什么 根本就不负责任 习近平你说了 那下边就这么做 因为不这么做 乌纱帽就没了 所以呢 跟着习近平指挥 就帮他转 你说停 那我就停 至于造成什么后果 那没人能负得了这个责 只有你习近平自己负责 所以这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 这种 实际上最后导致的就是 很多官员其实在私下里 非常的质疑习近平的一些决定 他那些决定 很有可能 就是拍脑门拍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根本就没有经过 这种幕僚人员 这种专业人员的仔细的论证 推演 在私下先推演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根本没有做过这种考虑 再一个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上 因为这些情况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有些官员就认为 中国应该放弃这种清零政策 应该逐渐的和病毒共存 因为这种清零政策付出的代价其实很大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的这种各方面的都很难恢复正常 产业链会受到很大影响 结果这个消息 这些建议 让习近平听到之后 习近平非常的生气 习近平指的他们 你们是不是有点松懈麻木 结果到目前为止 当局依然不能调整政策 必须得坚持 清零 那这个会对中国的经济 当然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不起 那么再一个 就是从今年开始的 针对那些民营企业 特别是那些标杆型的民营企业 那些著名的大企业 全面的这种镇压 给国内的这种高科技企业 一些金融企业 还有一些做游戏的 一些这种教育培训 以及房地产等等 这些行业都受到了重创 那么这次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制裁 让中国的这种上市公司的市值 至少蒸发了一万亿美元 这个财富损失巨大 一万亿美元 相当于 大概将近七万亿人民币 一个中国人 五千块没了 如果这个 对很多穷人来讲 这五千块可能还 一个人五千块 要是四口之家 增加两万块 这年就过得非常滋润了 非常肥了 是不是 结果巴基 习近平这一句话 给干掉了 一万亿美元 那么这篇报道 华尔街之报的这篇报道 等于披露了 对于 教育培训行业的这种毁灭性打击 对这种科技 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打击 习近平就是始作俑者 他是很多灾难性政策的根源 这些毛病都来自习近平这 这些问题都是习近平造成的 而且 由于习近平的这种专横霸道 让很多的官员 做事情的时候 更加的畏首畏尾 患得患失 那么这么做过来呢 这些人当然就没有 没有主动性了 搞不好丢乌纱帽 那何必要 多一事不少一事吗 所以就更加的依赖习近平的这种强力推动 那这样下来就成了恶性循环 习近平越强力推动 那么官员就越不作为 因为风险太大 官员越不敢做习近平 更要强力推 这种事情搞下来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会让很多的政策 本来是好心 也得变成坏事 走极端 所以习近平他制定政策 本身他就是一个简单粗暴 这是他的做人的 他的特色 他的个性决定的 这个人做事情 简单粗暴 有了权力之后 随心所欲 不考虑后果 所以让很多的政策 最后造成非常严重的 负面的后果 这是这篇报道提到的一个大事情 再一个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雄安新区 这个生态城的这种发展 这个呢 大家已经都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 这次报道的一个提供的新东西 但是这个呢 特别提到 也就是习近平 亲自规划 亲自提议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 这点呢 其实没这个报道 别的消息也都披露出来了 雄安新区 就是习近平 他的一个这个 搞的那么一个实验田 最后呢 投进去了 可能 至少得 数十亿美元 可能要几百亿人民币 扔进去了 到现在为止 没有听到点什么动静 这几百亿扔进去 好像连个响声都没弄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 这究竟 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这个 雄安新区 这个 千年大计 也许要一百年以后 才能见到效果 这是他雄安新区的事情 所以看出来 他做这个决策 根本就 经常是这种 脑袋一热 就搞出来个东西 这个地方 搞了这么多年了 那么这篇报道提到 那么跟深圳 这种特区 的发展速度 根本无法相比 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 他这个发展速度的问题 是能不能发展起来的问题 那么慢几年 能发展起来也成了 最怕的就是 这几百亿 甚至几千亿 被浪费掉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再一个 这篇报道还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 反腐 反腐败 反腐败呢 我们过去都知道 就是这个中纪委 甚至提到 王岐山 在这个里边 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但这篇报道 对我们的一些 以往的认识 有所颠覆 这篇报道说 对 副部级以上官员的 任何处罚 都要经过 习近平的签字批准 这个呢 不是由 纪检委 来做决定 那这个情况有点 多多少少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我觉得像他副部长 这种官员 习近平大概 根本顾不着 习近平 管一管这种 正部级以上的 甚至是 比方说 涉及到那种 特别地方大员 省委书记 省长 这种级别的干部 而不是光光是 不光单单是一个 副部级 正部级 而必须是 有实职 有实权的这种 头头脑脑 习近平过问一下 不是 副部级以上 那副部级以上的 官员太多了 而且还有一些 在职的退休的 所以这个问题 确确实实有点超出想象 没想到习近平 管到这么细的程度 这个事情 有点超出我想象 也就 关于反腐败问题 习近平 就是说 他控制的非常严 总的来讲 习近平 是把一切权力 都攥在他个人的手上 任何重大的事情 都得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就是习近平的特点 揽权 抓权抓的非常的多 而且呢 事无巨细 这是习近平的 这篇文章 披露出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习近平的 执政的风格 给中国带来的一些问题 他提到的主要是 政府官员 最终 这些政府官员 是习近平政策的执行者 会把事情搞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就影响到 整个国家政策的实施 影响到整个政策的效果 这是我要谈的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实际上就说 很多问题 是习近平造出来的 不是地方官员们 无能做不好 是习近平 这种统治方式 必然导致这种结果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我想谈一下 在15号 也就是昨天 习近平和普京 举行了视频会晤 那么这个情况 应该说很值得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呢 情况很特殊 无论是习近平 还是普京 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从最表面上来讲 习近平现在呢 日子过得很狼狈 不久前 美国召开了一个 世界民主峰会 邀请了 一百多个国家 和这种地区和一些机构 去参与这个会 没有让习近平去 当然也没让普京去 再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 最近的台海局势 在不断的加剧 越来越紧张 美国呢 美国呢 也针锋相对 针对中共的对台湾的威胁 美国 也毫不让步 力挺台湾 不光美国 美国还拉上日本 拉上 他的其他一些盟国 比如澳大利亚等等 强化台湾的防卫 支持台湾 那这个事情呢 反过来 当然会让习近平感到很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普京 普京最近日子也不太好过 那么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 欧盟这些国 欧洲这些国家 一个劲在 不光是制裁 也在一个劲在施加影响力 那么最近 俄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形势 对峙的非常严重 双方在边境地区 都集结了重兵 外界呢 对这个有个报道 就是说 俄罗斯呢 当然是指责 乌克兰 要搞挑事 那么乌克兰呢 说俄罗斯 要侵略他 这个情况 很难完全说清楚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两个国家 存在着很严重的利益冲突 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有两块地方 是俄罗斯人为主的 在这个地方 在乌克兰的版图以内 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却是俄罗斯人 他们想独立出去 那乌克兰当然不允许了 但是呢 毕竟守着这么一个强国 乌克兰的实力跟俄罗斯目前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 乌克兰实际上没有特别强的办法 只好允许这个地方自治 高度自治 但是实际上呢 有点失控了 这个地方 乌克兰有点失控 乌克兰 从他自己国家的主权角度考虑 他想把这个地方 完全控制起来 而这一点的话呢 俄罗斯是不接受的 乌克兰又担心 俄罗斯有可能对乌克兰 发起更大的攻击 那么 现在呢 乌克兰这边 据说也集结了十来万军队 俄罗斯这边 也集结了十来万军队 而且 据说调集了 数千辆坦克 有可能 在明年一二月份 发起进攻 所以这件事情上呢 让欧洲也很紧张 美国也很紧张 美国前两天 美国总统跟普京 来了一个视频会议 也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俄罗斯 打击乌克兰的话 那 会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 是不是 北约会出兵 这个是难说 毕竟 乌克兰 他不是北约的成员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 还不能完全确定 普京究竟想干什么 普京呢 是一个 很 类似于新的 这个家伙很强硬 而且呢 在一些民族问题上 他那个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他的这种 治国的 在管理国家方面 基本上 没什么像样的建树 所以呢 如果能够为俄罗斯 夺回几块领土来 这或许让他能够获得很高的支持 民意支持 提升他的民意 支持度 所以这里边 普京呢 究竟是讲真的动武 还是想借机会 逼着美国 逼着欧洲 做一些让步 普京的说法是 要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你欧洲国家 美国 北约承认 从法律上确定 不向 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做出法律上的条约了 就是这种东西 那么 也许他想 通过这个 逼着美国 逼着北约 做出一些承诺来 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所以这件事情上 习近平和普京 都面临着一个 非常不利的国际局势 这个时候 他俩人会谈的话呢 那当然可以想象 肯定是 要勾结起来 至少要给外界 造成一个影响 造成一个印象 我们两人很团结 如果你们对我们不利 我们两个人 就会合起来 跟你们 进行对抗 他们两个人 都想 给外界造成这么个印象 至于 他们内部的 究竟如何 他们的关系 究竟铁到什么程度 这个还是值得怀疑 外界呢 并不太相信 他们两个人 能够真的 像盟友一样 彼此互相照顾对方的利益 为了对方 能够两肋插刀 现在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情况 但是这次会谈的话 发表的这种 对外发表的这种信息 当局发表的信息 提出来的 就是 习近平支持 普京的这种 理解普京的担心 支持普京的这些作为 这是 普京从习近平这儿得到的 那么习近平呢 从普京的这儿得到的就是 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反对任何借台湾问题 伤害中方的利益 同时也表示 任何挑拨离间 俄中关系的图谋 都不会得逞 实际上现在这两边呢 都有点互相利用 习近平呢 也是想弄点 那么胡家虎威 俄罗斯呢 其实也想 借助 中共的势力 增加自己跟 美国 跟欧洲国家 跟北约盟国 谈判的筹码 所以这里边呢 说白了呢 是有点 相互利用 这种情况呢 这是目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情况 但是不排除 这里边 有可能 他们为了他们 共同的利益 可能 在一些合作上 会深化 这点也不能排除 不能说他俩人 完全都是利用 就是纯身脆脆的 到了关键时候 互相出卖 这个情况 这个也不一定 都是这样 也不排除 在一些关键地方 比方说 习近平 可能会对美国 采取一些 如果 美国 和 俄罗斯 发生 直接冲突的时候 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习近平可能 会采取一些 帮助 普京的做法 实际性做法 可能会 采取一些 实质性的 对美国构成 威胁的做法 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 同时 习近平 如果和美国 还能对抗的时候 俄罗斯 也有可能 会采取一些 对美国构成 实质性威胁的 做法 因为这里边 俄罗斯和 普京 和习近平 他们俩都存在 这种什么 纯王齿寒 兔子狐悲 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他们 现在 多多少少 有这种 彼此在利益上的 这种 协调一致的 这种空间 比方说 真遇到问题了 假如 习近平 吃了大亏了 那么普京 对普京来讲 也是一个 不利的因素 所以他现在 在这个问题上 他为了 出于自己的利益 他可能会 采取一些 行动 当然 他不可能 为了中国 或者习近平 为了俄罗斯 伤害他自己的利益 这点 双方都做不到 这和一般的盟国 关系不一致 不是像 假如有条约 比方说 当年 中苏 有同盟条约 美国打中国 苏联就有义务参战 如果中国 对美国宣战 那俄罗斯 就有义务宣战 所以这样的话 那美国 跟中国开战 美国就很大的忌讳 同样 如果俄罗斯 跟欧洲那些 北约盟国 开战了 那中国 有义务 同时宣战 那这个情况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中国之间 肯定因为 外部压力的增大 他们都面临 相当的这种 不利 对他们不利的国际局势 他们 确确实实 在逐步的 往靠近 那么究竟他们能够走到多远 这个取决于 这个形势 如何发展 如果形势对他们 越来越不利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这种影响 面临的这种威胁 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不排除 他们可能会 进一步的勾结 这个 应该做出防范来 他们 勾结不成 那当然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 国际社会 不能够 把自己的判断 建立在他们 勾结不成上 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曾经有记者问过 美国人 问过美国的政要 如果普京在欧洲 对乌克兰开战 习近平会不会 对台湾开战 我个人感觉 这个危险 是存在的 不排除 他们有勾结 假如普京 真的对乌克兰开战 很有可能 习近平 也会对台湾开战 让美国 无暇分身 这两边 美国不哪边 美国的战略 重心 是在欧洲 还是在亚洲 北约 应付 俄罗斯 还是应付 所以这里边 能不能同时 打两场 重大的这种战争 这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国际社会 特别是 我提到的就是 这些民主力量 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得防范这一手 他俩人 勾结不起来 那是好事 勾结起来了 也必须有足够的警惕 足够的防备 这是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那么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 有关 有关